4. 真正见过世面的境界 做人必须领悟什么是见过世面 因为他是做人在为人处事当中 帮助提升境界的基础 由于世界之大 而人只是河海一树 所以人根本无法认识整个世界的白态 而人生大多的时间 都是在与不同的人沟通和交流的过程 因此所谓的见过世面 并不是讲你去过某些高档的场所 穿着名牌的服装 或者是去过很多地方旅游 和拥有多么尊贵的身份 而是当人性在你面前 慢慢的显入出这种得以所知 进而让人难以相信的行为时 你依然能够保持同容自若的应对 只有通过了这样的考验 才能体现出你见过世面 因此所谓的见过世面 是指一个人通过多年 经历人生白胎的魔力后 在人性的世界里 已经领悟了人性的复杂多变和喜怒无常 从而养成了成熟稳重的个性 无论处于好坏的敬意 都能够做到 从不予不喜 从不予己悲 内心蕴藏的感慨 却不会张扬 在生活的光辉或黑暗中 依然能够保持不急不躁 风轻云淡 接纳命运中发生的一片 只有达到这样境界的人 才是一位真正见过世面的人